大家好我是杠金大家都知道我经常打水有塞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水有塞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对手是小黄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剑客一个个飞两个模式 只看阵容的话说真的很难受因为没有侦探 但是问题也并不太大我们是双模式 所以只要我们把奶酪搬上来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有犹豫直接掏出卡白和完护盾然后我下去然后我就很尴尬了 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小黄在动我放家子才是合情合力 但是没有办法小黄在守奶酪我没了也是合情合力 让我们来说一下问题点我失误了我炸了问题大吗问题不大 但是我的队友如果来救我的时候炸那么这一把基本上就炸了 但是就算我带了住院如果我飞了队友三打一的情况下也并不算特别舒服 但说真的剑客的运气非常好小黄这时候喝了兴奋 本来觉得已经没谢但这时候剑客如入无人之地 说真的当时感觉挺无欲的这样总统救下我这也太离谱了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运气问题但说真的剑客真的很牛皮 一个兴奋的小黄并且道具还这么多当我看到恶魔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没了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对手有兴奋的时候我们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如果再来出发配合其实这时候我兔子挨打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小黄就在打我的兔子 不用想只要我的道具扔过去那么命中的概率最起码是80% 说真的学友之间的配合有那么一点点差 本来以为剑客可以直接带走他 但是剑客打出来操作我有点看不懂还好一个学学高尔夫 不过这时运气毕竟天真地利人和都在我们这一边 毕竟对手选的是小黄 所以这把赢了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 说真的我觉得剑客带三件的话就要把优势打出来 包数有些角色的技能他就是早用早期低 毕竟现在有商店系统只要你能打到伤害那么就有收益 所以有时候配合还是比较重要的 并且我们打小黄的时候一定要切红牌 面对生命值比较低的角色 其实红牌带来的增进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比如说黑手可能一个罐子一个红牌人就没了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角色玩的比较强 那么你就可以让队友变得更强 如果你这个角色不会玩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让队友变得更弱 说本来你的操作会有一个蝴蝶效应 你操作好队友的操作也好 你操作差那么队友的操作也会变差 打个比方救人位只用救一次队友和救两次救三次 救四次队友是一样的嘛完全不一样 所以想提升段位你最起码要了解这个角色 要了解自己的阵容 这样打起来的话我感觉会事半功倍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你阵容合不合理 但是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如果没有奶酪位那么四个人都是奶酪位 如果没有救人位那么四个人都是救人位 不好意思我说错 有一个人被绑在火箭上其实只有三个救人位 最后我想说游戏它还是游戏 但是我们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变通 如果你玩一个角色只能打一个位置 可能你真的只能打一个位置了 好了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